十亿倍功德的神变日 伟大的佛陀天降日 这一天已经成为我们观音山大悲法藏 七众弟子的一个优良的传统 除了感念缅怀佛陀 以一大事姻缘呢 饶意四生六道友情的众生 救度一切友情 破迷归绝 能够有佛法可以修学 迈向解脱道 甚至成就无上的佛道 借着佛陀重返人间 视线人天至孝圆满神变日 我们沾了佛陀的万德之光 可以在这一天呢 开始好好的发心 积资进账 广行诸善功德 消除我们多生累劫的业力盖障 超越修学佛法的种种瓶颈 化解所有深重的磨难重障 即我们有缠身的恶极 业病难以化解的冤亲 都借着这一天都借着这一天有殊胜十亿倍的功德 很多人一大早请假 到各地去做种种种的善事 无论是随喜行善 发心行善 或智力 种种的善行推动实践 大家可以说都是卷起袖子 有钱 出钱 有力的 出力 有头脑 有智慧的 善用它的智慧 或广结善缘的变才 用佛法 善道 来跟众生结缘 晚上供修圆满之际呢 我们要做一个吉祥的会供 对传承的祖师 常驻的三宝 诸佛菩萨 永世空行 护法圣众 做感念的上供 及下师六道友情众生 做一个圆满的结醒 回向从佛允天降日 到今天佛陀天降日来 种种的功德善行 如果有追随道场的脚步 你的发心会提升 会超越 会更上一层楼 业障很难化解的 借由今天努力忏悔行善 业障会净化消除 解冤事解 十亿倍功德的神辩日 另一个角度呢 也是大忏悔日 大解冤事解的日子 借由今天忏悔自己的身语意 往昔多生累劫所造的朱总 醉胀努力去修办 去推击吉人 重视自己的修行 肯定